萧炎手掌探出 指尖顺着其手臂之中 一道火焰从体内涌出 实际上 还是有无数的目光 停留在萧炎的身上 因为他们都对萧炎的火焰之心感到好奇 可当萧炎涌出来的火焰之心 不是黑色的时候 众人便是再度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因为从萧炎手臂之中涌出来的火焰 乃是紫红色 看到再度变换的火焰颜色 周遭便是传来了一道道惊异声 怎么又变色了 是啊 而且似乎这个火焰 和之前那个黑色火焰完全不同 不过仍旧在火焰上感到一种压迫感 众人传出惊异之声 当然 龙柱之上的其他地方 一道道震惊的目光 朝着萧炎投射了过来 也包括灵妃和风缠 他们早在关注萧炎 也知晓萧炎拥有排名第三的不灭之火 这一点已经足够让他们震惊了 至于王阔和张贤 两人也都皆是顺利晋级到了最终比试 在这八根笼柱之上 他们二人也占有一席 这二人对灵妖大赛 似乎已经是轻车熟路 显然不是第一次参加灵妖大赛了 因此第二轮的比试 虽然炼制而出的丹妖品级 虽然并不高 不过也是顺利通过了 萧炎面前 时觉妖炎熊熊燃烧 笼柱上 原本都已经进入到提炼药材的一种 几乎是同时抬起头来 朝着萧炎注视了过来 因为他们面前的火焰 即是朝着萧炎的紫红火焰膜拜 最为惊人的一幕是 所有原本他们面前燃烧的火焰 即使下降一大截 仿佛在萧炎的时觉妖炎面前 所有火焰都为之低头 这 这又是什么火焰 不灭之火应该是黑色 为何又变成了紫红色 张贤和王阔的眼眸 都是骤然一缩 虽然同样具备压迫感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而方才所展露出来的黑色火焰 并非是同一个 但为何依旧有如此强烈的压迫感 笼住之外 众多炼药师都感受到了 时觉妖炎身上传来的一种压迫力 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萧炎下一瞬 绣炮便是猛地一挥 面前的时觉妖炎 瞬间化成了十朵火焰 悬浮在了萧炎身前 并且绣炮一挥 无数药材分别飞入了十朵火焰之中 竟然不可思议地进行同时提炼 灵飞和风缠也是在此刻猛地抬起头来 朝着萧炎震惊地看了过去 如果寻常的火焰 分成十朵却同时提炼药材 这无疑是愚蠢的做法 得不偿失 对于火焰的控制程度根本不够 但顺着目光看过去 萧炎面前的十朵妖炎 皆是十分稳定 这种稳定是不可思议的 特别是炼药师才能明白 要让十朵火焰都如此稳定 需要的灵魂之力是何等的恐怖 不对啊 他这个火焰 我好像也在古籍上看见过 能够分为十朵火焰 并且各自为盈 若我记得不错的话 此火也是火焰之心 名为十绝妖炎 排名第九 又是火焰之心 也就是说 此人除了拥有排名第三的不灭之火外 还有排名第九的十绝妖炎 同时拥有两个火焰之心 现在看来应该就是如此 同时拥有着两个火焰之心 难怪连须眉公主 都要亲自护送她来此 真是不可思议啊 必定也是来自某个大势力吧 灵妃也是放缓了炼药的速度 抬起头来看向了萧嫣 灵魂传音给萧嫣 你 你有两个火焰之心 灵妃也是感到无比惊讶 我有仨 萧嫣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不可能吧 大赛完了别急着走 和我说一说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灵妃目光惊骇地看着萧嫣 后者只是微微一笑 风长看着萧嫣的眼神 也逐渐变化 萧嫣不仅在斗神联盟地追杀下 没有死 还同时拥有两个火焰之心 这种大造化 当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当萧嫣拥有两个火焰之心的消息 如一阵风吹过 整个平台 掀起了比之前还要恐怖的哗然之声 目光齐刷刷地 尽数汇聚在了萧嫣的身上 就连在高台上的须眉 都是身形猛的一颤 她眼神也是开始颤里 不可思议地 看着笼柱上的萧嫣 两个火焰之心 她 她究竟是来自哪里 须眉也都是震惊到了 如果仅仅只是不灭之火 她会觉得 萧嫣有运气成分在里边 拥有一个不灭之火 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一个火焰之心 便是令人无限垂涎 谁都不敢去想象 一个人的身上 竟然拥有着两个火焰之心 纵观整个神兮世界的历史 能同时拥有两个火焰之心者 都不超过一只手 这种概率的事情 已经不是用奇迹二字 所以形容了 虚没此刻 内心震撼 她心神开始了动摇 如果萧嫣拥有两个火焰之心 那么绝非表面看起来这般简单了 在众目时下暴露自己 拥有两个神物 几乎是瞬间将自己 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当然 也正如须眉心理活动一样 当这些原本对萧嫣不灭之火 有着觊觎之人 他们的内心 也出现了动摇 一个火焰之心没有什么 但同时拥有两个火焰之心 就说明其本身 拥有着恐怖的实力 那些萌生过夺火念头的一些人 几乎瞬间打消了心中的念头 比起神物而言 他们更明白 自己有多少实力 要夺火的可能性将有多低 恐怕只会沦为 萧嫣火焰之下的飞灰 此时 就连那身着宽大衣袍的神秘人 也是微微抬起头来 一双白色没有眼瞳的双目 也是朝着萧嫣看了过去 顿时间 他眼睛也是猛的放大 眼中也是难眼的震惊 就连他的心中也有了动摇 果然是邪尊的转世 竟然获得了如此造化 提前暴露也好 为了保险 那就再寻两人便是 不可能让你逃掉 夜袍之下 其嘴角缓缓上扬 与此同时 他手中出现了一枚玉剑 当即将其捏碎 化作了一道光芒 朝着虚空掠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